这个东东怎么用 要用什么 这不是结瓜 这是大黄瓜 我们今天要拿它来做炖饭 大家一定会问说 大黄瓜怎么可以做炖饭 黄瓜不单单只能做中式的凉面 我们还可以拿它来做高糖 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 虾炖饭 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 虾炖饭 还有加卤笋 Let's go 首先冲洗干净后剥虾壳 一部分的虾要留下头跟尾巴 这样摆盘呈现才会好看 虾壳要留下来不要丢掉 等一下要拿来做虾高糖 不要忘记把虾肠泥要去掉 为了美观 大树会把头跟尾各剪小段 多余的须须也会剪掉 这次的虾饭 每一份我们会用六条炒虾 食材除了虾子之外 还需要准备大黄瓜 洋葱 红葱头 墨西哥辣椒 大蒜 一颗柠檬 及绿芋笋 洋葱 红葱头 全部切成细末 炒炖饭要用 墨西哥辣椒 切成细丁 大蒜切成细末 用来炒虾 墨西哥辣椒只需要一点点 如果没有一般辣椒也可以 一条大黄瓜 削皮 手边也有些小红黄添椒 就顺手也切得细丁 没有也没有关系 一颗柠檬切成船形 记得两段要去掉 然后中心皮膜去掉 再去纸 更有专业的feel 绿芋笋 尾端 纤维多 要削皮 把芋笋平放在砧板上 跟身体平行 然后再用削皮刀 往尾端削 先加热锅子到冒烟 加油 加入虾壳 记得要尽量沥干 然后拌炒直到虾壳变色 加一块奶油 然后再继续炒一分钟左右 这时候香气应该开始出来了 也开始微微烧焦 加入少许的干义白兰地 呛一下虾壳会马上蒸发 然后再倒入水 直到把虾壳盖满 记得水不要加太多 水越少 味道和颜色都会更深 更浓郁 如果身边有切下来洋葱或其他蔬菜 也可以一并加入 适量就好 虾壳还是主角 水滚后转最小火 煮30分钟 再过滤虾壳即可 想要味道更浓郁的 可以再缩干 但这里大叔没有这样做 下一步来炸黄瓜汁 把烧好的大黄瓜切成小块 放入果汁机打成汁 然后再过滤掉固体 把黄瓜汁和虾高汤混合好 加热待用 先用中大火加热铸铁锅 直到微微冒烟 倒油 加入切好的甜椒及墨西哥辣椒 炒香大约30秒 再加入炒虾 炒约30秒 还没有完全变色时 加入大蒜细末 继续炒到变色 加一块小块奶油 搅拌一下就可以起锅了 起锅后鱼肉会继续把虾煮熟 所以不要担心虾没熟 一般大厨都是在瓦斯炉上煮炖饭 今天是用小V-IH锅 用热火热锅加橄榄油 然后加入洋葱红葱头 地味慢慢炒 出汗但不上色 加入意大利米今天用C米 A米或C米的不同 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 记得煮意大利炖饭 米不用洗也不用浸泡 炒到每颗米粒都包了一层油和洋葱 用红葱头混合均匀 加入150ml的不甜白酒 继续搅拌 煮到白酒几乎完全蒸发 酒精都会单独加 这样在缩制的过程中 酒精才有机会完全蒸发 食物才不会有酒味 接下来就开始倒入加热后的高汤 一次加一两瓢就好 不时搅拌 让高汤均匀煮米 搅拌的过程中 米会释放淀粉 让炖饭变浓稠 等高汤快速做干了 再继续加高汤 大约10分钟后 加入墨西哥辣椒细末 和少许的盐调味 边炒炖饭 盐调味 才可以让米粒吸入盐 有了盐的咸味 才能把高汤的鲜味带出来 如果是最后才加 即使用最浓郁的高汤 吃到嘴里 也可能感觉不够入味 搅拌时 用跨圈圈的动作 轻轻的不要往下压 也不要用厚重的锅彩 要保持米粒的形状 就这样 加高汤 加热 搅拌 说之 再重复 过了20到25分钟之后 炖饭已经差不多了 试吃 中心还是会生的 比标准弹牙还要更深一点 这是关火 加入炒虾的蔬菜 再挤入半颗柠檬汁 一汤匙奶油块 撒一些帕马森cheese 不用搅拌 盖上锅盖 焖一分钟 说好了芦笋呢 我们之前已经用喷枪制造三根芦笋了 不用先汆烫 直接干烧 直到表面为黑 把芦笋放在热好的盘子上 打开锅盖 这是帕马森cheese和奶油都呈现半融化的状态 把炖饭倒入盘中 摆上炒虾 最后再撒些帕马森cheese 胡椒 因为虾子是冷的 这里有没有喷枪 喷融化的帕马森 也稍微让虾子回温 当然如果怕虾子变冷的话 可以在炖饭快好的时候 再炒虾 或者是炒深一点 再低温烤箱保温 最后旁边放片柠檬 最清爽的虾炖饭完成 好久没做炖饭了 我也想说 因为虾子炒一下剥虾 因为那个高汤很重要 家里没有高汤 就直接用从虾子开始做起 或者是用 你用蛤蜊的高蛋块也可以 海鲜的就可以 那这样子买虾子 买那个就是已经剥好的虾子 美式卖场或一般卖场都有卖 那个虾子那就好了吗 因为你要用高汤块啊 没有我是说 如果你没有虾壳的话 如果说你有虾壳虾头 还是最鲜美的 你等一下吃就知道 真的吗 对 虾的味道 今天我们还是用意大利米 就是要看它有没有 Cini 对 要有米心 才叫真正的炖饭 斯丝分离 可以 有米心 这道菜的特色 就是用小黄瓜的清爽 再搭上墨西哥辣椒的微辣 海鲜跟虾的那个甜味 所以它有就十分十分的 Ballet 我觉得那个墨西哥辣椒 有把那个味道一点提出 是 如果说你能够找到更大的虾盒 会比较好 像这一次的虾 我觉得有点小 如果没有小皮锅 你用一般的柱底锅 甚至如果你用平常的平底锅 其实也可以 就是要一直固承口后 我觉得用虾壳来做这个高汤 真的算是蛮特别的 而且是觉得整个都运用 这就是您的精神 对 就是我的精神 全部运用 今天做个简单的顿饭 大家在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我们在脸书有成立社团 厨艺功课布告栏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 然后你有做到我们拍摄影片的菜 都欢迎PO上去 在这个非常的时间 如果说你能够静下心来 在家里做点菜 给自己或给你心爱的人吃 也是一个十分好的疗愈方式 今天就是我们最清爽的虾炖饭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次见哦 Cheers 拜拜 拜拜 气质应该什么气质都可以加 不要那么搞刚嘛 有的气质都可以加上去 当然最好还是胖马生嘛 胖马生有鲜味 有甘味 可是不是每一根都有鲜味啊 那怎么办 可以用烤箱吗 一般烤箱就可以 如果没有焖焖 没有焖焖的话就直接直接放 哈哈哈哈 直接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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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